大家好,我是阿力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可能会对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根本上影响的一个大事 什么事呢?就是这个新的土地法将要来了 这可是建国70年以来的第一次修改 8月26号的时候,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这样的决定 那这个新的修改之后的土地法将从2020年的1月1号起开始实行了 那么这次修改之后,这个土地法会有哪些新的改变呢? 主要有这么几大类 包括破除了这个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金融市场的这样的法律障碍 而且改革了这个土地的征收制度 还有完善了这个农村宅基地的制度 等等这样七条非常重要的新的规定 那因为时间限制啊 今天呢,咱们先挑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来重点分析一下 这就是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直接入市了 那所谓这个农村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呢 指的就是农村这种非农业生产的这种集体性的用地 那之前呢,这个农村集体啊,要先把这样的土地卖给政府 然后政府呢,再通过招拍挂卖给企业和个人 那在这个过程中啊,政府获得了这样的差价 而现在呢,这种农村的集体经营性用地呢 可以直接入市了 那么本村的这个农民朋友呢,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收益了 那这样一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这种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这个流入市场呢 那如果说有这么多的土地流入市场,会给这个楼市带来哪些影响呢 有些这个媒体或者说专家分析啊 会对未来这个住宅类的商品房市场带来冲击 但是我觉得呢,其实这个冲击啊,并不会太明显 因为呢,这个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啊,它只能用于工业商业的用途 也就是说啊,这种土地呢,顶多能用来盖厂房啊,办公楼啊 还有租赁用的住房 但是却不能盖直接出售的那种住宅类的商品房 所以啊,这种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反倒可能会对租房市场产能一定的影响 因为这类土地,它是可以建设这种租赁用房的 如果未来租赁用房的供应量加大 房源变多,有可能会让房租的价格降下来 而且啊,目前呢,全国已经有18个城市 准备利用这种集体建设用地来建设租赁住房的试点了 那以上呢,就是这次新图题法里面 关于这个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一些简单的分析 欢迎大家关注阿力官楼市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首页搜索阿力官楼市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就能看到关注按钮 下次想看阿力的节目,直接点击关注列表就可以观看了